男人吃饭从来不用花钱 看到客人喝完咖啡 他赶紧把杯子调换一下 然后若无其事地喝起来 见服务员准备了面包 他瞅准机会 直接顺手拿走一块 但没过一会 咖啡就喝完了 这时有个服务员路过 他又趁机沾了一下 就这样一分钱梅花吃饱了 随后捡起没人要的零钱 大放地送给服务员 厉害的是 遇见报刊庭 男人故意蹲下身子走路 利用老板的盲区 顺利拿走一份淡淡晚报 虽然他不喜欢看 但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然后来到超市白嫖 随便在货架上拿几个牙刷 全都扔进一旁大妈的包里 接着来到鞋帽区 偷拿一只36码的小鞋子 悄悄放进眼镜男的兜里 又拿一个毛绒玩具 塞进别人的婴儿车里 再找到超市的售货员 也往他身上放点东西 尽可能地把衣服塞满 然后挑了一个最便宜的口香糖 就在他要去结账时 收银台却出现了意外 大叔刚走出去 报警器就哇哇直响 结完账的大妈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超市瞬间乱成八宝粥 主管见状赶紧前去帮忙 可他离开出口时 报警器也响了 他又重新走了一次 还是一样的结果 让他猛圈的是 身上并没有携带任何商品 应该是报警器坏了 在请示过上级领导后 超市对所有顾客放行 这时男人只结算一个口香糖 竟然带走了身上所有的商品 拖欠房租更是家常便饭 为了不被人发现 每次都是蹲着经过保安室 邻居还以为他有生理缺陷 由于他太过抠门吝啬 将近50岁的陈豪至今单身 但只要看见美女 身体就不受控制 不管美女走到哪里 他都会跟上去偷看 再加上外表长的猥琐 经常被当成流氓 然而这天幸运的是 有个美女竟愿意跟他合租 自从安娜搬进来住 男人就没睡过一天好觉 谁来救救这个男人 上面突然出现一个女的 可把陈豪吓坏了 想要帮忙 却又不敢睁开眼睛 我的天哪这也太难了 原来是安娜想拿楼上的帽子 自从女人搬进公寓 男人的血压即将爆表 女人像有毛病似的 总是着装清凉 而且喜欢当着陈豪的面换衣服 然而男人并不感兴趣 还故意把头放在别处 陈豪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 生怕看到不该看的 见男人如此坚强 安娜只能放出大招 换上真皮大衣 想要跟男人决衣S战 男人被弄得直接崩溃 只能用脑袋不停地撞击墙面 安娜住进来没多久 男人就出现血压升高的症状 相信用不了多久 她就得彻底隔屁 原来小镇发生多起命案 由于陈豪长相猥琐 被警方认定为凶手 这才派安娜前来卧底侦查 可是一直没查到有用线索 于是女人穿上小红帽的衣服 想让男人露出狐狸尾巴 而她看到这么可爱的装扮 还以为女人把衣服买小了 气得安娜转身就走 并且判定男人根本不是凶手 很快警长接到线报 得知小镇再次发生命案 面对舆论的压力 她直接发出通缉令 商场里所有的电视 全都登出她的照片 幸运的是她并没有发现 此时警方已经包围男人住所 陈豪以为有什么热闹 便也挤进了人群 一边看一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突然人群快速往后退 发现陈豪竟是通缉犯 所有人都想把她抓住 陈豪吓坏了 拼了老命的往前跑 但还是被警方逮捕 好在关键时刻安娜赶来 提供犯罪人的证据 最后两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并生了99个孩子 一部非常好看的搞笑脑洞片 原片好看值得推荐 那么你觉得 有个抠门吝啬的男友 会有什么好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板把面具贴在女人脸上 随后用针线缝起来 胖妞竟然变成美女 这么神奇的面具你想不想要 可再次把面具拿下来 却变成另一副鬼样子 女孩被吓坏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晚睡觉前 想和老公亲热下 不料却遭到老公无情拒绝 说丑人多作怪 看你的样子就想吐 女人无比伤心 默默地来到镜子面前 没想到下一秒 里面竟出现一个神秘女人 并开口对她说 想不想换服皮囊 我在美人客栈的 安娜瞬间心动了 按照女人给出的地址 来到一间诡异小屋 神秘女人说 可以缝制出 你想要的任何皮囊 但是需要出代价 还没等她说完 安娜就迫不及待地说 只要能变美 我什么都不怕 女人露出诡异微笑 随后给她戴上神奇皮囊 并且快速缝好 安娜瞬间变成美女 兴奋地连连点头 变美后的她成功逆袭 小伙正跟你有求婚 看见安娜小伙瞬间被吸引 立马送上大钻戒 而且还不止她一个 拎着大包小包的 甚至拿着豪宅房产跟她求婚 女人却一脸不屑 突然男人们纷纷走开 被另一个绝世美女吸引 安娜见后气炸了 果然男人善变 她越想越气 于是偷偷尾随女孩 想要知道她变美的秘密 谁知竟看到惊人一幕 原来美女也戴着面具 当她摘下面具 却奇丑无比 安娜被这一幕吓坏了 立马来到客栈 想要一服更好看的皮囊 女人告诉她 漂亮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时她突然想起 美女摘下面具的可怕样子 立马后悔了 转身就跑 女人大手一挥 大门便关了起来 谁也不知道 安娜最后怎么样了 看到这里 你还幻想随便改变容貌吗 女人嘴里吐出纸团 坐在椅子上不想上班 结果夸夸夸地往下掉钱 但在同事眼里 感觉她是疯了 女人用脚巴拉啃胜的苹果 拿起来就吃 闺蜜一脸嫌弃 就连不洗的内衣都生虫子 自己还阵阵有词 闺蜜无语转身离开 这时突然从嘴里吐出纸团 打开一看 竟然是懒人合同 还签着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突然蹦出个小伙 把女人吓一跳 却不知懒人合约已经生效 眼前的小伙是她的仆人 被人伺候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女人瞬间忘记了烦恼 就连上班都不用自己走路 随后被轻轻放在椅子上 还不停地抱怨不想上班 没想到下一秒 天上竟下起了钞票雨 同事们都觉得 她是个疯子 看着大把的钞票 懒女人直接辞职 躺在家里尽情地享受 过上让人羡慕的生活 却不知危险已经靠近 突然电话响起 结果下一秒 女人竟然躺在病床上 拼命指着自己的嗓子 根本说不出话来 此时她特别后悔 当初没有听闺蜜的劝阻 小伙却说 说话多累啊 懒人生活不好吗 这时女人呼吸急促 由人直接戴上氧气罩 女人却拼命地挣扎 却意外拔掉氧气插头 那么你觉得 女人最后怎么样了呢 俗话说 懒人有懒服是真的吗 注意看篮球竟然碎了一地 这把男孩吓懵圈了 下一秒 地面惊现彩光 从里面飞出上万只黑色怪鸟 几人吓得连连后退 就在这时 墙面泛出诡异的绿光 离奇的是 竟然冒出来一个光头小胖 他穿过两米厚的水泥墙 来到众人面前 呆傻的男孩抹了腿 直到看清胖哥帅气的脸庞 他才想起来 自己还会跑 随后墙壁又出现一个身影 胖哥上去想帮忙 可无奈 墙壁已经开始收缩 同伴被卡在了里面 胖哥只能伤心地默哀一秒 独自勇闯天涯 就在这时 一架小飞机喊住了他 特工让他立刻投降 胖哥人狠话不多 酷吃一枪 把小飞机打翻在地 幸运的是 特工并没有受大伤 很快连墙带人移到了神盾局 博士上前检查 突然被墙里的小伙拽住 说完就领了盒饭 随后调出来一个定时器 根据上面的坐标 特工来到一所博物馆 可已经晚了 这时烟雾冒出蓝光还是绿光 一辆上百吨的大货横空出世 一脚油门踩到油箱里 酷吃撞翻了可怜的小汽车 下车的人竟然 长得跟神盾局局长一摸一样 他一下解决掉小巴卡 带着他的小弟 开上会隐身的大货车离开现场 几分钟后 他们找到一个年轻的大爷 拿出大匕首 酷吃一下对了上去 大爷发出非人类的嘶吼抱惊而亡 很快他们把尸体 带回神盾局研究 可打开一看 刺中的竟然是一只蝙蝠 博士拔出匕首 想进一步查看 可蝙蝠瞬间活了 男人嘴里进了蝙蝠 他还来不及反应 张了几下樱桃小嘴 蝙蝠就被活吞了下去 两人立马返回了实验室 男人身体抽搐 女人想稳定他的情绪 才能开膛取出蝙蝠 可小刀刚碰到皮肤 就烫出白烟 热得老头扔掉刀 这样下去迟早爆炸 两人赶紧把他送往隔离舱 可就在途中 男人不受控制 挣脱了绑带 胆子小的 这里按下快进 男人全身冒出黑色水晶 竟然变成怪物 关键时刻 女人瞬移拿到匕首 随着蝙蝠的惨叫声 人美心善的女人解决了男友 原来这些蝙蝠 都是来自一空间的尖叫鸟 它们侵蚀人体 是为了吸取能量 迎接它们的创造者百名女巫 与此同时 它们抓到了两个尖叫鸟附身的男人 可是两人在一起产生了共鸣 男人每同一路 挣脱手铐 体内瞬间长出两米来长的水晶 一旁的警察 瞬间领了意外的盒饭 很快水晶不满整个隔离舱 眼看就要关押不住 特工危在旦夕 两人被外星怪物侵蚀 体内瞬间长出黑色水晶 眼看就要控制不住 特工赶紧让老大想办法 萨吉说 尖叫鸟怕冷 此时水晶已经穿破隔离舱 女人集中生智 拉开基地的闸门 带上氧气罩 大量尖锐的黑色水晶 也开始向它们蔓延过来 幸好水晶遇到冷空气 将所有异界物质化成了渣渣灰 众人以为危机解除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尖叫鸟的创造者 已经接近地球 画面一转 一群人好像在举行神秘仪式 格子男瞬间长出十米来长的水晶 刺穿前面的小伙 很快搭起一座类似金字塔的高塔 开始吸取地球能量 与此同时 萨吉开启自驾模式 撇下了众人独自离开 还留下了足以炸毁 方圆数百公里的超级核弹 此时外星飞船已经来到巨塔上空 可几人不知道怎么拆除核弹 然而已经没时间了 只听一声巨响 尖塔被撞得稀碎 车内并没有发生爆炸 原来千军一发之际 震波女发出异能 将核弹控制住 然而当他们打开车门 眼前出现了更可怕的一幕 尖叫鸟已经包围了货车 就在这时 车窗被撞破 一只尖叫鸟 差点要了男人小命 他们虽然封闭了窗户 可也只能暂时安全 此时戴希有个疯狂的想法 他打开车门 把所有尖叫鸟放进来 然后发动异能 这些外星生物 瞬间化成渣渣灰 他们才化险为夷 但为了彻底消灭女巫 胖哥拿上那枚核弹 在钢门上画个圈 随即拿出传送器 出现一道传送门 独自一人去了女巫飞船 接着他鼻孔冒烟 小嘴里喷出六位真火 随着巨大的爆炸 整座飞船被炸毁 成功化解了尖叫鸟的危机